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佬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多謝大家 又來到星期日的賽事,有一場國際三級賽,又有一場四歲系列的首關賽事 今天港京佬在這裡跟大家分析一下賽事的概念 跑三場泥地,七場草地 我現在頭場想跟大家分享第六場的心水,是一場泥地的賽事 那就跟大家聊聊吧 第六場三班千二米的泥地賽事,開發時間是三點踏七 一龍馬滿冠紅,賀兒馬防鮮恩期十一檔,133磅 我對這隻滿冠紅,其實都沒有很高的標準 因為你看他早期輸得遠都是二班賽事 三班有贏馬,現在落了兩場三班,跑了兩次一六五零 現在回去跑千二的賽事,我唯獨有一個想法 我覺得這隻馬跑太短,他落腳比較均速一點 而且他要入直路和你衝一段好當手好位跑的馬 我覺得來到這一組,這個檔位就會比較難一點 而且那個磅數這麼重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總共跑一六五零會比千二好 我預計他這場都是想減一下分的操作 去到這隻馬再回一六五零,我們再看看再跟進吧 二號馬上進之星,審集成馬防田坦 其實三檔,133磅 這隻上進之星,跑泥地 今季十月二十九號,他的開羅 跑第一場的,即第一場跑是十月二十九號 他那場就最近跑過第四的 證明這隻馬泥地性能都有在 今次抽了三檔,預期他會不會跟前一點走呢 I'm invisible,跑泥地應該都沒什麼大問題 唯獨是要看 因為這隻馬就不算太厲害 始終他在泥地,即是跑過一次 最厲害都是跑過第四 如果太熱過,我覺得這些馬就不宜高估 但在整體來說,這些馬這次抽到的好檔 如果他踩到Boxic位,今場步速夠快的話 其實他捉一段都有點冷門的機會 但如果你說這些馬熱度只有五六倍 我覺得最好不要頂手 但是這組馬,排面一點 你看上去都盡黃星和大眾勝利 可能是協志神驅 這三隻都比較排面一點的馬 我預期這隻上進之星可能都會 但都用到田太安 可能都有八、九倍 如果十多倍,我覺得連贏位可以試試爆他 四重彩都可以拖回 但如果只有五、六倍,我就未必可以選到這隻馬 三個馬多多寶區 苗里德馬防周進落其八檔,一百三十三 那麼這個多多寶區 預料他應該都會是放前走的那隻 但這場步速這麼快,而且有什麼這麼重磅 就算用到周進落減減分 我覺得都未必有很大的威力在 而且這次他抽了八檔 跟上次一樣 上次是草地、菊草賽事 我覺得這隻馬上回到泥地 是會有好成績看的 但問題是他三班都從來未說有什麼好好的證明 在泥地 泥地都是跑到四班 都挺優勝的 上到田麗三班 未印證過的馬,但有實力在 上漲跑下去是差一點,跟前走 今場步速預期偏快 我覺得他未必能捱到,磅位還要這麼重 所以這隻馬我沒有太過把他放在高的選擇 這隻馬都不錯的 就是菊草一千兩次 跟前一點走 兩次都能贏回來 他開了一個跨櫃的馬步 跑一千就沒什麼問題 因為他都是用一個招 菊草等前走 跟前一點跑 其實都很殺色 回到田麗 這麼多好對手在 暫時沒有選擇 但我覺得這十多倍開外 甚至甚至有二十幾三十倍 四重賽是能拖得過的 之後馬針妙星 熔天鵬馬防潘頓 其實五檔一百三十倍 熔天鵬馬 通常都用潘頓 都很合理 潘頓沒有什麼馬選擇的情況下 他都會選擇熔天鵬馬 因為其實這些組合 看上去有什麼可以選擇 其實不是真的很多 他現在跟裏劍 又沒有交手 越跑得他 應該不會碰手 胡椒君曹 騎下去都不是很厲害的馬 天太安武騎 都沒有找潘頓 那隻可能下班 公正福將 這隻泥地都有些表現 潘頓也沒有要到 鄭俊偉 潘頓也有時候會合作 告購有一隻加州前程 告冬尼和潘頓也不太多交修 這陣子 騎返熔天鵬也合理 這隻珍妙星 我自己覺得 連回搏下去 都沒有什麼可以看的 是有一場田黎 追近跑過第四 山山來遲 這場步速快 其實適合他發揮 落到三班 這些馬一定有些威力 一定有些威力在這裏 因為這隻珍妙星 都上過一班 跑過第四 雖然是田草職 過往我們看看這隻馬 跑田黎 講一九二零馬跪 跑一六五零 那場沒什麼看的 上季跑了一場田黎 千二兩場 一場 阿波見士騎 守住好一點的位 陸檔衝上來衝贏了 另一次就是跑一場 都是田黎的賽事 都是千二米的 那場又是陸檔 找田泰安 其實都是重了幾磅而已 但是騎下去就沒有什麼 讓你看到 那這些馬的狀態是要 猜猜猜猜 飄忽一些 但是落到班 有些級數在這裏 始終都有威力在這裏 唯獨市一點要挑剔的 就是潘頓和這隻馬 都沒有什麼交收過 那這一點就令人擔憂一些 如果不是全球的話 這隻馬落到班 有級數在這裏 值得可以四重採湯他一票 看完後面的馬 如果沒有什麼好馬 雖然剛剛數了幾隻牌面 但是都各有劣勢在這裏 那我不排除 那這隻真妙星 我都會放回他 連贏位那裏 與其這隻真妙星 都是留後同力追 補足快適合他追 我覺得這些馬有倍率 直撥的 那我的馬房 凡哥兒 方家法馬房 凡星期六檔130磅 那這隻凡哥兒 都不是很想得明白 這些馬都是比較神經質 今季贏了一場谷草千二 黎番跑黎地千二 那上季黎地千二 四班有進過一次Q 那我覺得這些馬 本身都不算太厲害的馬 過往是有上到二班 三班千二有贏的1920馬鬼 那但是下來 你都看到這隻馬 明顯退退的了 八歲馬 那今季叫做撿到一圈 我覺得都算不錯的了 那這些你最多駁他四重彩 會近 因為你看他連回 等前走不行 散回來的 追呢 又叫做藍兩步 追近的 有個第四 好看制御的這些馬 那六檔都真的要看霍宏星怎麼發揮 如果他跟前走過 咬前一點的位 這些馬 都還是有機會衝到一段你看 那這些四重彩都要提防 不要說見到他兩次跑十一 就覺得這些馬一定沒有了道 就不一定的我覺得 老馬協進神區 偉達馬防摩拉 其實是十二袋 十九磅 那這隻要挑剔的 就是當位比較差 那 就逼著他在後面跟你追一段 那如果他 抽到好一點的當位 咬前一點位去衝 我覺得會更加 適合他腳程跑 因為這些馬 都 拉屎林衝上來的幾段 都不是說特別 都不是說特別很小 不是說虧得氣很多 那 用到莫萊拉 我覺得都應該會有些表現 看一下這隻馬 因為其實這隻馬 都是一隻不錯的馬 那 泥地跡都幾準的 那 試過重化閘 那 近期呢 都沒有脫過頭五的 都保持著有獎金馬 那這隻馬 你看他跑泥地千二 都叫做好貫主 一路都是保持著跑 那大賽日 就不知道有偉達馬房 會不會動手 都領回到WIN 那我覺得這隻協進神區 都是假馬範圍來的 與其他十二檔 應該都不會去到太熱的地步 七號馬 月跑得 呂健威馬房 蔡明少奇四檔 一百二十七磅 那這隻月跑得 今季呢 已經入過一次Q 又是要跑形勢的馬 慳慳賣一段 那 這隻月跑得 什麼一二七 那他入Q的場 是什麼一二八 那都是這些分位 就是 坐下坐下 那樣 但是上場過往 一二二一二五 都沒有什麼好成績 你看著 那這次叫做 抽到一個好一點的四檔 那 那 不失車的話 這些馬都依然有些機會 在這裏 這些場次編造3T 就是合適不過 因為都幾 亂局一下 對 因為雖然說步速快 那前面都可能有些馬 坐下 會失馬一九 例如比你快的 有隻上進之星 那是梵戈儀 甚至是大眾星 你都有機會蓋你 那這些月跑得 就會相對應變得被動一點 那要看蔡明少怎麼發揮 那蔡明少最近 都連回有好成績 交出來了 那希望他都可以 將這隻月跑得 跑得好一點 因為這些馬一定有些配分 是到的 白馬加州前程 高冬尼馬防波 這件事是九檔 是26磅 加州前程騎了兩次 都沒有什麼 一次谷草籤 一次谷草籤 等前走不行 追又不是追得很近 那上場都叫做 纏近兩步 在包尾的位置 衝上來有個第七 給你看到的 那這些馬呢 我覺得 跑泥地 都應該是懂得跑的 是 我不會覺得泥地 是他的盲滿 Kingman之類 那 我自己覺得 這些馬 就1200米 就沒什麼問題 要再印證一下 這隻馬的 泥地性能 唯獨是要看 泥地 是否要猜 要猜的心態 那這次抽了九檔 那 未知道他會怎麼發揮 會不會推前些走呢 那我覺得 他留住衝一段 都還 都還沒有 很小 四歲馬 都還有進步的空間 那這些馬 我最多都是四重賽 拖著的 難不提防 他可能會爆一爆 但是你說 如果連贏位 我就未必兼顧到 就算 甚至有些賠率 我都覺得這些馬難些 那我馬進王星 文家南馬 防巴道其實10檔 124磅 巴道這陣子的表現 比較窄 這隻馬其實是適合的 上次抽一檔 入Q 今季呢 四班已經贏過一次 自己帶在前面走 那這場 步速快呢 我覺得放頭應該都一般 而且他抽了10檔 他放頭又要浪費力氣 那如果你說直路 即是你入直路的時候 再衝這些馬 不是說虧得很多 那我覺得這隻馬 預期又會偏熱些 那你倒不如四重賽 兼顧算 即連贏位 最好不要顛手這隻 其一是因為巴道近期表演 其次是個檔位 還有其三是 今次的步速偏快 未必很適合這隻馬 發揮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馬太熱 就不要高估了 10號馬大眾勝利 羅富全馬 防斗利奇7檔 為12磅 是不是打算幫趙芳華做阿世 雖然你說這隻馬 是四班職 四班兩面 來地遷移 但是這些馬 上到三班 我覺得還是有些威力在 我覺得他應該不止 四班馬 三班應該這些磅數 都有些東西給你看一下 122 是的 遙遠星空的梓蕊 這隻馬 都印證了給你看 他跑來地 完全沒有問題 短途性能都得佳 我自己覺得 這隻大眾勝利 唯獨是要憂慮一個點 就是這場 他要守著 在什麼位置發揮 因為這隻馬 我自己覺得 比較機動 可以跟前一點走 這次抽到七檔 預期他直路 不要拿位太參差 你去什麼 走去三碟 賣不出去的話 我覺得 他依然有些排面 所以我覺得 這隻大眾勝利 都要留意著 不排除 都找他拿膽 如果後面沒有更好的選擇 就找公正福將 鄭正衛馬 防洋明倫期 一檔 18檔 那這隻公正福將 你看回他 都是泥地 出色一點 但是 來到三班 怎麼說呢 都還是 今季未出頭 上季都未出過頭 前季數回 才是三班 泥地 贏馬 現在落到118 這些分 應該是有些分力在手 但是連回撲近下去 那些表現差一點 這些馬 又要跑些祭雨的馬 但是這隻馬 四重賽是值得拖 因為他定期都會和你撲近一段 那這次抽到的一檔 如果他 如果他可以 發揮到好一點 守住三四位 步速快內藍 不塞車 他還是有些機會在那裡 我只不過是希望他 因為這隻馬 你都看到 他轉入九歲前 前速開始慢了 那他是跟不到太前奏 如果這個檔位 你比他在六歲 五歲的時候 他應該是一輪回來的 是的 因為這些馬 跟前守候位定期和你撲一段 是很準成的 那這場 我覺得如果要 衝入頭三 需要有些祭雨幫忙 看看楊明倫如何發揮這隻馬 撲不撲到前些 但是前面快的馬 真的不少在這 上進之星 要跑得等等 都可以快 一當是不是楊明倫 要立刻留呢 一留呢 我覺得這些馬 就未必要選到他 所以都要猜一下 騎士的心態 就是馬防怎麼部署這隻馬 十二馬 胡椒君曹 除以石馬防 離開人期二檔 一百十七磅 那這隻呢 田太安主理 之後換了潘頓王浩南 莫雷拉都沒有什麼看 等前走呢 都還是在谷草 都好像全都回來了 那這次交給黎海榮 那我都看不到 一個很明顯 有進步的空間在這 這隻馬 是頭長出來 一千是威系細 放著有的 但這隻馬 就算這場放頭 捕捉這麼快 大家推快 我怕互相燒死 那這些馬 在說60分 輸了這場 洛班 是不是又要轉回大師傅 來 跑這隻馬 才行呢 我覺得這隻馬 洛班的意味 比較濃 所以我沒有選到這隻馬 在做四重彩 也好連贏位 也好 我就沒有選到他了 這場馬 減馬範圍 真是闊 闊到篩碎 有很多讀者說 我為你一場 選這麼多隻馬 可以嗎 但我覺得四重彩 你這些這麼大型的彩詞 你真的很難為一條單式中 那你中到 是你厲害的 那這四隻複色號 其實都覺得很難的 即是你長長要顧得這麼精準 你多多錢 都不求你輸出去 坦白說 那我覺得四重彩 還要跟大家高呼一下範圍先 那如果心急的朋友 你可以直接飛到後面 聽一下我的五選是什麼 一號馬滿冠紅 二號馬上進之星 三號馬多多保錡 四號馬真妙星 五號馬梵歌爾 六號馬協進神區 七號馬越跑德 八號馬加州前程 九號馬進黃星 十號馬大眾順利 十號馬公正福將 其實我這場只是撕掉了一隻 胡椒君曹 是的 其他那些其實 剛剛有說過一般的狀態 但我覺得都好像要選擇 沒得走雞 至於去到五選方面 我就想跟大家高呼一下 放在頭上 我覺得這隻大眾勝利 依然都還是很好 有機會 很好的機會 就算你說他三班沒贏過 但我覺得這些馬 其實三班應該都還可以交到 一邊出來 那我就選擇大眾勝利 之後就想要一隻 二號馬上進之星 因為這班連回撲近了 那是那個磅位重一點 要考考他 但是這次抽到三檔 我覺得是很好發揮的 那田太安照積極一點 前期搶放 拿到的位置 坐到內南黃金包箱位 今場捕捉快 馬群拉得散 我覺得他是有些機會在這裏的 對了 選擇了這兩隻之後 我就想要一隻 駁一些冷門一點 邊線一點的馬 因為經常選擇太熱 大家都沒什麼味道 不如試試一隻 十一號馬 公正福將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 如果他可以出閘夠鮮明的話 他快得過一隻 快得過一隻 上進之星 不排除他內南 又可以捐上來 又可以捐上來 有些好成績 而且他綁輕 有些好處 又抽了一檔 這是黃金形勢 那老馬 都是搏一局想贏的 我覺得這場 是很好的機會在這裏 而且你看回這隻馬的紀錄 其實他在這組裡面 三班千二米做過 最佳時間最快的距 那我知道跑馬 不能這樣拼 但是如果這些馬 節省一段 不排除他可以 跑回以前的水準出來 對了 選擇了十二、十一 之後想要回三部馬 多多的武器 剛剛沒有說到複雜的 那這隻馬試了複雜 其實看上去也有些狀態在 那我覺得這些馬 之前的性能力就抹掉了 那我覺得還是有些狀態 叫做筆筆的馬 那這場 抽了八檔 不算太差 那唯獨是怕放頭不太好 那我覺得 怎樣都有一隻 留得低吧 那可能這隻多多的武器 頂到 那我覺得都OK 那我選擇了這些多多的武器 選擇了十二、十一 十二、十一、十一、三 那就搏一隻四號真妙星 那這些泥地性能 很好 不需要說 應該有些分離在這裏 我猜這隻馬 那是否這場 用到潘頓就要馬上表現出來呢 那就要看看潘頓如何發揮這隻馬 而且我覺得這些馬 這個套程 要他追兩步 逼一下他 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就選擇了這樣的選擇 這場馬 重複一次我五選提供 十號大中星來 二號上進之星 然後選擇了十二、四 選擇了十一號公正福象 三號馬多多武器 還有要賣潘頓那隻 就是四號真妙星 對,這場馬提供是十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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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十二十一三四,多謝大家